五百三十一集 掌门师纸 传令吧 刘伤真君淡淡道 弟子遵命 方有真人走了出去 人都散尽 刘伤真君有些颓然地坐到椅子上 轻叹了一声 唉 赤枣园 郁郁葱葱的森林里 段情歌背着小竹筐 弯腰采摘 七彩林姑 诶 清歌 你看这是什么 唐木晨不知从何处串了出来 站在段情歌面前 段情歌无奈抬头 看清唐木晨手捧之物 眼睛一亮 您烟花 看段情歌惊喜的样子 唐木晨心花怒放 刚咬妖宫呼见段情歌面色一变 清歌 怎么了 段情歌掏出烟绿色的身份牌 喃喃道 地级门派招集令 唐木晨好奇地凑过来 问道 这是什么意思 段情歌脸色微凝 唐道友 我要立刻返回室门了 告辞 说完 立刻记住飞行法宝 踏了上去 等等我 唐木晨忙追了上去 天阵宗所辖 玄机晨 莫道友 今日能把你邀来摆阵论法 是我们师兄弟的荣幸 我们这就开始吧 一位身穿八卦道袍的男子 含笑说道 嗯 莫里洛淡淡点头 忽然眉头一皱 低头看了看秀中的身份牌 猛然站起 不好意思 再下有钥匙先走一步 摆阵论道之时 赶日再说吧 说完 也不等二人回答 直接从雅间的窗口 跳了出去 这女人太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了 另一个男子拍案而起 之前的男子凝望着窗口 或许莫道友真的有急事吧 摇光罕见的发出 地级门召集令的第二日 山门前 飞落下一个狼狈异常的男子 这男子一身衣服 已经分辨不出颜色 焦黑焦黑的黏在皮肤上 看起来就好像刚从火海逃生一样 他飞落到摇光山门前 直接就摔在了地上 守门的弟子好奇的出来探查 刚靠近就见男子抬起了头 洛阳真隽 守门弟子害了一跳 您这是怎么了 叶天元艰难地动了动嘴唇 清 清晨真隽回来没 守门弟子摇摇头 清晨真隽 弟子好像没见到他回来过呀 原因修饰的陨落 是一个门派了不得的大使 自然不是这些低阶弟子能够知道的 带我进去 见守座 太上长老 叶天元道 他在烈火最盛时 强闯火灵骨通道 哪怕有火灵载体 只能保他不被烧得灰飞烟灭 身体却是受了重创的 若不是凭着一股惊人的毅力 早就倒在路上了 见叶天元如此模样 守门弟子也慌了神 忙搀扶着他 向后德风奔去 守座太上长老 洛阳真隽回来了 路上遇到叶天元的方瑶真人 直接把他带了过来 去请悬火真君 游商真君传迎方瑶真人 大步走到叶天元面前 正媒看了看 衣袖一甩蹲了下来 握住叶天元手腕 输入灵力 片刻之后 叶天元恢复了点力气 抬头看着流伤真君 守座师兄 清晨他 他可又回门咒 流伤真君心中一沉 看着叶天元灼热的目光 缓缓点头 这样的点头 对叶天元来说 就如溺水的人 看到了一块浮沫 喜悦从心底涌上来 洛阳 要见见他 好 流伤真君一直以为 到了他这样的修为身份 许多事早已看淡 却发觉 这个好字 说出来是那么艰难 叶天元嘴角切了钱 看起来 实在笑 是洛阳回来了吗 但随着一阵大呼小叫 玄火真君 窜了进来 洛阳 你 你怎么成了 这一副模样 看清叶天元的样子 玄火真君 吓了一跳 叶天元 牵牵嘴角 告诉我 洛阳武士 就是想 见见清晨了 玄火真君 不由抬头 看了流伤真君一眼 流伤真君 点点头 玄火真君 勉强笑了笑 洛阳啊 你看你这模样 清晨丫头见了 还不吓一跳 先收拾妥当 再说 怎么样 叶天元 虽恨不得 立刻见到莫清晨 却怕他担心 就点了点头 进了一间房 把粘在身上的衣服 一点一点的扯下 呲啦呲啦的声音传来 碎碎的布条 黏着发黑的血肉 他的眉头都没皱一下 快速把自己收拾妥当 走了出去 流伤真君和玄火真君 一起带路 叶天元 勉了勉沉 告诉我 清晨他是不是受伤了 玄火真君脚步一顿 深吸一口气 回头 洛阳啊 你过来 叶天元走了过去 洛阳 清晨与他 人落了 鲜火真君万般艰难地 吐出这几个字 紧紧地盯着叶天元 叶天元身子一晃 又稳住 面上看不出表情 身影冷得有些空洞 告诉我 你又信任洛阳 我要去见他 鲜火真君 一声长叹 你跟我来 洛阳风自从 墨千尘搬离后 就封了山 一直没有任何弟子入住 墨千尘的尸身 就被安顿在这里 进了洞府密室 叶天元一眼就看到了 躺在水晶棺中的墨千尘 他几乎是飞奔了过去 大力把棺杆掀开 把墨千尘抱了起来 墨千尘的肉身 依然柔软 又弹性 面色甚至有些红韵 看起来就像睡熟了 只是冰冷的 没有属于活人的气息 师妹 叶天元用手指 抚摸着墨千尘的面颊 从眉骨摸到唇角 洛阳 鲜火真君 忍不住喊了一声 流伤真君 开了拍 鲜火真君的肩膀 摇了摇头 颤音道 鲜火师弟 我们先出去吧 可是洛阳他 鲜火真君 有些犹豫 他不会的 至少 他会问清楚 洛阳丫头的死因 现在 给他们二人 留一点时间吧 流伤真君 铲音道 二人轻轻地 退了出去 师妹 我回来了 你怎么睡着了 叶天元眼中 满是柔情 把怀中的墨千尘 紧了紧 啪哒 啪哒 一滴滴的泪 落到墨千尘身上 很快把青山 淫晕成一片红色 竟然是血泪 叶天元 却浑然不知 自己的异状 低下头 稳住墨千尘的尘 把真火 渡了进去 往日 只要二人一靠近 赤阳造化火 和清新流离火 就恨不得 破体而出 进入对方体内 可这一次 赤阳造化火 却孤零零地 顺着已经没有生机的 经脉前行 最终 进入丹田 丹田里 面容和墨千尘 一模一样的小婴儿 闭着眼 已动不动 叶天元的原因 不知何时 钻了进来 环抱住墨千尘的原因 一寸一寸地亲吻 温柔至极 把元气 一口口地度给他 许久 墨千尘的原因 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叶天元眼中的光芒 暗淡下去 最终一片死寂 终于承认了 墨千尘 已经不在的事实 其实 墨千尘出事那一刻 那种突如其来的 追星之痛 早已说明了什么 只是 他不敢去想 也不愿去想 叶天元低头 清了清 墨千尘的额头 轻声道 师妹 你不要走太快 等洛阳为你报了仇 就去寻你 说完站起来 深深看了墨千尘一眼 推开了房门 洛阳 流伤臣军和玄火臣军 同时喊了一声 清晨道 是怎么陨落的 叶天元的身影 愣得没有一丝感情 偏偏让人听出 压抑不住的痛 是妖帝 清晨的弟子 是妖帝的一破转生 妖帝想要魂魄归体 清晨宁死不从 妖帝就痛下了杀手 玄火臣军 把情况讲了一遍 叶天元一眼不发 大步往外走 流伤臣军身形一晃 挡在他面前 洛阳 你哪里去 我去找妖帝 叶天元 平静地等 洛阳 你想给清晨丫头报仇 这无可厚非 但现在绝不是好时机 你和妖帝的修为 相差甚远 如何替他报仇 刘伤臣军问道 叶天元一眼不发地 看着刘伤臣军 如果你真的想守人仇人 就该努力修炼 等有能力了 再去报仇 这一样 才对得起清晨 刘伤臣军劝道 叶天元忽然笑了 看起来 却比哭还惨 他望着刘伤臣军 神情无比认真 受作师兄 你说的我都懂 只是 我等不了那么久 我怕太湿了 就找不到他了 洛阳 刘伤臣军还带再劝 玄伙臣军忽然道 洛阳 高祖支持你去报仇 叶天元猛然抬头 看着玄伙臣军 缓缓地跪了下去 洛阳不笑 杜伙高祖成全 竟是行了一个 叩拜大礼 玄伙臣军 把他拉了起来 不过 你再急 也要等到清晨 葬你结束后再去 你总不能让他 孤零零的入土 叶天元 终于点了点头 一步步往回走 洛阳去陪师妹 房门缓缓合上 玄伙师弟 你真同意洛阳去报仇 刘伤真军 脸色微沉 身为遥光手座太上长老 他自然要站在门派的角度 考虑问题 接连折损 两位远因修饰 将来他还有什么脸面 去见仙师祖 玄伙真军 无奈地笑了笑 怎么可能 先拖鞋日子再说 也许慢慢的 他就想明白了 他要是飞去不可能 鲜火真军 摇了摇蒲扇 那本军就把他打晕 让他睡上三五个月 趁着这段时间 去寻忘忧草 何以解忧 唯有忘却伤心的人 何事 忘忧草 是生于南部赤枣园的 一种起草 就有这种奇异的能力 两久 刘伤真军低叹一声 唉 也值得如此了 五百三十二集 墨千尘的葬礼 定在一个月后 这期间 陆陆续续的 又遥光的 结单以上弟子赶回 只是时间未到 他们并不晓得 到底发生了何事 首座太上长老 复原真人回来了 遥光掌门竟来禀报 段清歌 虽只是结单修饰 在一道上 却极有天赋 如今 在整个遥光 一树 已经无人出其左右 刘伤真军 谗伤言了一下 复原真人和 清城真军 速来交好 把清城真军 陨落的事情 告诉他吧 并让他医治一下 清城真军的 两只灵兽 是 方瑶真人 退了出去 但清歌 一路风尘 朴朴 却掩不住 清丽疏色 看着出来的方瑶真人 失了半里 掌门师兄 门中发生了何事 为何会发出 地级召集链 方瑶真人 沉默了一下道 清城真军 陨落了 什么 段清歌的脸色 瞬间白了 泪水瞬间涌了上来 死咬着沉 这不可能 是真的 流伤真军 要师妹医治一下 清城真军的灵兽 段清歌摇了摇头 不 我要先见见清城 这 方瑶真人 迟疑了一下 洛阳真军 一直守在 清城真军身边 素颜师妹 我们 还是不要打扰得好 清连见一面 都不成了吗 段清歌 失魂落魄地 走了出去 泪水 似猪蟹 往下落 守在门外的唐木尘 害了一跳 忙追上去问 啊 清歌 怎么了 你哭什么呀 唐木尘 痴缠段清歌 这么多年 段清歌表面 虽不讲词色 但是 时间长了 无形中 却有了一些阴赖 此时 先生失守 就不由自主地 说了出来 唐道友 清城他 他死了 说完 再也忍不住 靠在唐木尘尖头 痛哭起来 什么 心心念念的家人 投入怀中 唐木尘难得没有 打折随棍上的占便宜 反而双手 扶住段清歌的肩膀 震色道 清歌 到底怎么回事 段清歌双眼含泪 具体的 我也不清楚 是掌门师兄说的 唐木尘 皱眉沉思 这不可能 妹子怎么会死了 想到你跟着我 那么倒霉 都活得好好的 偏见段清歌 古怪的眼神 立刻指住了话头 低声道 秦歌 我们得去看看清城 段清歌 醋眉 掌门师兄说 洛阳师叔 一直陪着清城 我们不便打扰 秦歌 你糊涂了 妹子那么强悍的人 怎么就没了 不亲眼见一见 我是不信的 再说 你们掌门 只是说不便打扰 又没说不能打扰 唐木尘眨眨眨眼 段清歌 愣了愣 点头 好 唐道友 你先等等 我去找玄火真君 段清歌 飞落到流火风 煮风 就看到玄火真君 坐在一张室桌上 头顶着 破破扇遮阳 眼神幽远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素颜 拜见真君 段清歌 试了一礼 玄火真君 似乎害了一跳 忙从石桌上 跳下来 震惊危坐 是清歌呀 招奔君何事 段清歌知道 玄火真君说话 最不喜绕弯 就直言道 真君 清晨的事 素颜也听掌门师兄说了 素颜和清晨 相交多年 情同姐妹 请真君 带素颜 去见见他 玄火真君 拿菩萨 默默地扇着 两酒 清歌 本君 想拜托你一件事 真君请说 段清歌 镇了枕 很快说道 玄火真君 从衣袖中 掏出一个玉霞 递过去 段清歌 伸手接过 在玄火真君的 示意下打开 玉霞里 盛放着一棵 通体浅蓝的灵草 这是 忘忧草 段清歌 哑的 玄火真君 按手 不错 这段时间 本君去了一趟赤爪园 没想到很顺利的 就寻到了这株忘忧草 清歌 你应该知道 洛阳对清晨的感情 清晨丫头去了 她执意要去找 妖帝报仇 这一去 哪儿还能活着回来啊 真君的意思 是给洛阳师叔 吃忘忧草 段清歌 绵绵纯 想唬真君 马点头 不错 洛阳那小子 本君了解 看着一根筋 其实敏锐得很 本君想骗他 吃下这忘忧草 有点困难 清歌 你和清晨 相较默逆 说不定 能令他放下心房 这 段清歌神情 不停的变化 陷入了天人交战 许久 抬起头 看着玄火真君 坚定的道 真君 请说赋言 不能答应 为何 玄火真君 很是意外 段清歌 嘴角千奇 露出了一抹 悲喜较之的笑 洛阳师叔 是清晨的夫君 为妻子报仇 那本就是他该做的事 对洛阳师叔来说 亦是心之所愿 这修真姐已经有太多的利益和杀戮 他平日也是理智清冷的人 可若是面对挚爱道理的陨落 还有那么多理智 还有那么多理智和算计 这些在凡人眼中 掺风引路的仙人 岂不可悲可看 玄火真君 皱着脸 清歌啊 你要知道 不给洛阳吃忘忧草 他是必然不会独活的呀 段清歌垂下眼帘 淡淡的 吃小忘忧草 忘记前程往事的洛阳师叔 真的算是活着吗 真君 有些事情 明知不可为 却只能去做的 玄火真君 心头一震 两脚长探道 哎 好 好 本君果然是老辣 竟还没一个小丫头看得通透 至情至性 本君 该为有这样的后辈骄傲才是 清歌丫头 随我去见清晨 玄火真君脸上 红光更深 竟死有灵光引现 令人不敢直视 他一副玉秀 玉霞中的忘忧草 顿时粉碎 化作点点蓝色灵光 消失在空气中 二人离开刘火峰 直伴作逃风而去 唐木尘迎了上来 听段清歌介绍说 是墨清晨英雄 玄火真君不以为意 带着二人一同前去 清晨丫头就在里面 本君就不进去了 玄火真君在密室前停了下来 段清歌和唐木尘对视一眼 伸手推开了石门 听到动静 叶天元转头看了二人一眼 回头哑着声音道 西美 段清歌害了一跳 虽然早有准备 却没想到叶天元 请憔悴如斯 唐木尘却没注意这些 眼神落在莫清晨身上 大步走了过去 仔仔细细的看了墨清晨一眼 伸出手指 戳了戳他的脸颊 段清歌心是一愣 反应过来后 差点气疯了 唐木尘 你无耻 一道静风袭来 唐木尘四仰八叉的摔到地上 触到了叶天元冰冷的眼神 唐木尘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忙道 别动手啊 你们先听我说 妹子这情况有些奇怪 她的肉身竟然还有生机 说着爬起来 又想凑近了 细细查看 却被叶天元冰冷的目光 冻在了原处 清晨的体内 有杜若金丹护蹄 两久 叶天元冷山道 那也不对 唐木尘困惑地摇摇头 我能摸摸她胸口吗 叶天元和段清歌的脸色 已经不知用什么形容了 唐木尘立刻感应到这小小的密室杀鸡无限 为了不冤枉送命赶紧道 我想确认一下妹子的情况 说不定 刚吐出最后三个字 叶天元已快入闪电的出手 抓住唐木尘的手腕 按向墨清晨的心口 身影微颤 你来 唐木尘闭了眼 手心处涌出一束灰黑色的火焰 悄无声息地 没入墨清晨的心口 密室中 安静地令人呼吸 都有些不畅 不知过了多久 唐木尘终于收回了手 睁开了眼睛 喃喃道 原来如此 难怪 难怪什么 段清歌问道 唐木尘看着二人 妹子这情况实在太特殊了 可以说千载难逢 修士死去后 师生和凡人一样会腐败 尘归尘土归土 但杜若把金丹给了清晨 有灵力护体 自然能保他肉身不服 若只是如此 也并不奇怪 任何修士云落后 有灵物护体 比如某些奇花异果 或者万年寒冰玉 都可保住师身不服 但妹子的奇特之处在于 他被人灭杀时 对手修为远超过他 直接就把猿鹰封杀在了体内 有金丹灵气 滋养猿神和肉身 这就造成了他虽魂归地府 肉身却不只是不服 而是生机犹在 那又如何 段清歌问道 叶天元只是静静听着 一言不发 唐木尘有些奇异的笑了笑 声音低下来 这就意味着 妹子的魂魄如果归来 他就能起死回生啊 叶天元猛然抬头 紧紧的盯着唐木尘 此话当真 唐木尘点点头 段清歌眼中闪过光亮 又摇头低语 可是我听寻火真君说 何光真君 为了寻到救治清晨的办法 拼命地查阅欲解 直到被守座太上长老 强烈休息 也会找到救治之法 叶天元 却像是没有听到段清歌的话 直直地看着唐木尘 段清歌低叹一声 对洛阳真君来说 哪怕是再渺茫的希望 他也愿意去相信的吧 唐木尘迟迟迟没有说话 段清歌伸手 触了出他的手臂 唐木尘回过神来 看了二人一眼 忽然手一番 出现一簇灰黑色的火焰 低语道 这火名为阴阳逆心火 可通阴阳 叶天元和段清歌脸色大变 唐木尘无时二人的神情 继续道 七月十五中元节 乃阴气最盛之日 我可以凭借此火进入鬼界 只是 这其中 有两个难处 叶天元缓缓蹲下来 唐道有弹有所浅 洛阳万死不辞 唐木尘叹了口气 便没有提 进入鬼界一次 他的寿源就会折损百年 正如一个凡然的轮回 其一 我毕竟是生人 不能在鬼界停留太久 鬼界魂魄万千 想在短短时间内 寻到妹子的魂魄 无意大海捞针 这其中 有一个办法 唐木尘说着 瞥了叶天元一眼 唐道有请直言 叶天元 一直死寂的毛中 有了光彩 需要以和妹子心神相应之人 也就是洛阳真君 你的元神为引 我会通过秘法 把你的元神简燃 持着魂箱 前往鬼界 就能在短时间内寻到他 只不过 唐木尘说到这里 顿了一项才到 元神被秘法点燃 疼痛非常人能忍受 而且 我若是在鬼界时间 耽搁的太长 陆阳真君 你就可能 灰飞烟灭